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也呼吁中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 并且尽快说明登检扣船原因 依程序放船放人 行政院则发声表示 本案是我国渔船闯入休渔期的中方水域作业 因此遭中方执法 同时也呼吁中方体恤渔民求生计涉嫌捕鱼的辛劳 希望尽快释放我国人船 澎湖渔船大季满88号 昨天晚上遭中国海警船强行登检 船上两名台籍及三名外籍船员连人带船被扣押至中国福建围头港 船主表示 目前联系不上船长 一派人前往中国尝试接洽沟通 而受视镜影响澎湖及金门渔船今天虽然正常作业 但也尽可能避开限制水域 以免再起冲突 环太平洋军演期间 各国军舰将出海执行政务 可能碰上船舰损坏需要维修 过去需要透过特定的工厂才能制造零附件 等拿到货需要等待200天 但现在美军拥有新技术 透过3D列印朝4小时就能打造金属零附件 适用陆海空三军 将在军演期间安装在运输界执行后勤支援 美国总统拜登因首场辩论表现不佳 指一声浪是越来越大 现在部分自家议员也不挺他 德州众议员杜盖特星期二开了第一枪 要拜登做出痛苦艰难的退出决定 这也是民主党现任议员首度公开表态要拜登退选 白宫随后缓达 拜登知道自己辩论表现不好 但这无法抹杀他的政绩 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民众要注意日本换发新超了 日本三号开始换发从千元 五千元到一万元的新超 上午在日本央行总行还举行新超发行纪念仪式 这也是魁为二十年来日本第一次换发新超 不过因为换超流程无法快速普及 因此手边还有旧超的民众 去日本一样可以用旧超消费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